来大家看一下 如何给苹果手机安装 就是说如何把北极本电脑 或者是台式电脑 上面的照片视频和文档 移植到这个苹果手机里面 大家会吧 会不会 如何把这个北极本电脑的文件 像例如照片视频 传输到这个苹果手机里面 因为苹果手机它是一个封闭的手机 它是相对安卓手机来说 它没有开源的系统等等 非常不方便吧 不过依然有方法的 大家先在电脑上下载 现在这个电脑上下载 这个苹果官方应用 官方商 这个官方客户端 官方客户端 大家看 ITUNES ITUNES这个音乐标志 就这边 然后点 点同意 大家看 点同意 稍等一下 好 进去了 继续 它出现这个标志 然后继续 你要允许这台电脑访问 Apple上的信息码 你点继续 点继续 大家看 点继续 就可以了 点继续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欢迎使用 你点同意 必须点同意 必须点同意 大家看 上面给提示这个 ITUS 若要允许访问 请在你的Apple上做出响应 大家看 Apple上 Apple 大家看 Apple给提示这个 大家看 信任还有不信任 要信任此电脑吗 点左边的第一个 点信任 点信任 大家看 可以了 大家看 如果要允许访问 请在你的Apple上做出响应 我已经点信任了 然后再输入密码 大家看 然后再输入密码 3366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大家看 特别在电脑上就提示了 然后 他要检测到新版本 点请勿下载 大家看 检测到新的版本 选择请勿下载 好可以了 然后点 点这个同意 欢迎使用 他提示欢迎使用 你点同意 点同意 好 现在大家 我教大家如何 把电脑上的MP3 或者MP4 或者是 照片 传输在手机里面 Apple手机里面 让大家选这个 大家选这个 从锁往右 选这个 非常小的 小手机图标 大家看 音乐 音乐栏 大家看 这边是音乐 上面是文件 编辑 歌曲 显示 控制下面 非常小的小手机 变难 大家看 点这个 音乐的右边 点一下 鼠标点一下 它就变颜色 变成这了 大家看 出现这一幕 就可以了 出现这一幕 就算成功进入了 大家看 Apple 如果手机 丢的话 你要点恢复 点恢复Apple 一定要记住 点恢复Apple 你如果刚捡到 一个新的手机 或者是你把 锁屏密码给忘记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如果手机的 锁屏密码忘记了 一定要点恢复Apple 大家看 点右边这个 不要点左边那个 更新不要点 点恢复Apple 恢复了之后 你的手机锁屏密码 就自动解除了 手机锁屏密码 就自动解除了 还有本电脑 自动备份 大家看 自动备份 不要招待 自动备份 上面还有个备份一栏 第一栏是 主要是恢复 恢复Apple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你如果锁屏密码忘记的话 这可以恢复 把这个锁屏密码给清除掉 还有备份 有个自动备份 选选第二个本电脑 本电脑 手动备份和恢复不要碰它 下面选项的什么都不需要用的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左边 大家看 左边 最重要的就是这边 大家选文件共享 大家看到上面有个文件共享 点这个 点文件共享 点文件共享 然后选择一个对应的 APP 大家看 文件共享 下面列出的Apple 可以在苹果和这台电脑之间传输文档 大家看 我一般都选用 我一般都喜欢选用 这个WPS 大家看 我一般喜欢选用这个软件作为传输照片和文档的工具 WPS 当然我以前我也喜欢用这个 我喜欢用这个软件也非常好用 ALOK 这个是一款浏览器软件也非常好用 然后选择WPS 选择WPS 然后大家一定要往下翻 往下翻 往下找 下面有非常小的一个字叫做添加文件 大家看 添加文件 锁锁 鼠标锁锁点一下 添加文件 就出来了 大家看 出来这个添加项 大家就在计算机里面 找 就计算机里面或右盘里面找文件 找照片什么的 就可以添加成功的 那大家看 照片 或者点桌面 大家看 我把这个照片就可以添加到我的手机里面 点点项 然后点打开 再点这个打开 好 大家看 真的添加 已经添加成功了 再点完成 现在已经添加成功了 再点完成 点完成 就添加到我的手机里面了 就可以通过手机来 来那个查看 当然还有个功能 就这边这个功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 还是选这个 选这个小手机 点一下 然后选这个照片 大家看 或者点这个照片也可以 点所有文件 点包裹视频什么的 点这个 然后点应用 就可以 也可以 点应用也可以 这又是一个方法 但是必须点上面这个 点同步照片 同步照片 也可以把电脑里面的 然后选择点 也可以 这个点 再点这个选取文件件 选第一个选取文件件 在里面选择了之后 大家看 然后点选择文件件 然后点应用 就可以了 这个同步照片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有两种方法 有两种方法 好 还有这个摘要 大家看还有个信息 也非常多 信息可以同步 可以同步所有的信息 短信的都可以 大家看可以同步短信 日历 书签 同学路啊 这里可能很多功能吧 很多功能 当然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插件伴侣 大家看 谷歌插件伴侣 这款软件 谷歌插件伴侣 就是 因为大家先 安装这个 安装这个谷歌浏览器之后 它是没办法翻墙的 它是没办法联网的 你必须 先 安装这个 然后再安装这个 谷歌插件伴侣 然后你不要找这个 点这个 大家看 点这个 谷歌插件伴侣 然后选择第一个 它会自己打开 会自动打开谷歌应用商店 会自己打开的 那个你不要找他 会自己打开那个商店 然后在商店里面下载 VPN就可以了 打开 大家看 它会自己打开 它会自己打开谷歌 那个网上应用商城 大家看 会自动翻墙 这是一把钥匙吧 非常重要的钥匙 大家看 网上应用电 它会自己打开 是吧 大家看 非常神奇 这款软件 大家看 就出现这个萤幕 就算成功了 就算成功了 就这个 选择第一个 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 插件伴侣 插件伴侣 就算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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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